新闻开展关心最新消息 台风来水汹汹 带领关心明天10月1号 最新的停班停课资讯 目前是嘉义县 台南市高雄市 屏东县 台东县 花莲县 六个县市已经宣布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一天 而其他县市包括是北北基陶等地 因为还没有被列入路上台风警报的范围 因此是正常的上班上课 这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